本集節目由台中國家歌劇院 2022 NTT 御劍巨人 心意計劃 千年換戀 贊助播出 哈囉大家 我是Gavin 這次又推出大家敲碗的離奇退場第三集 這次同樣精選了上次留言中很有共感的角色 來回顧他們經歷了哪些令人錯愕的離奇退場 在接下來進入爭片前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都會有影片與Podcast都跟布袋一起相關 如果想支持我們做影片也可以加入會員 收看更多獨家影片 我們現在也有LINE社群可以跟大家一起討論布袋戲 如果想一起決定之後主題 都可以加入我們一起討論喔 這一次特集開頭就帶來很多人敲碗的遺珠 《刀劍無名 萬古長空》 其為日盲族最強傳說 憑藉自身天賦 無師自通 自學刀劍雙修的超強劍者 因父母曾判出日盲族 背負判明之子的身份 無名無姓 曾洩後日盲族聖女譜出一段淒美戀情 後因聖女被迫下架方層子 無名大受打擊而自毀雙手 從此自我放逐 因緣際會下認識尤子安 被其稱為嘴 且與來自世界的太逢 蘇琳兩兄妹結識 在日盲族的太陽之子 前野傳奇降臨日盲族後 得到太陽之子的認可 解除判明身份 四名萬古長空 卻在知語長星 玉洋軍布下連環祭 遇殺害侍女華 打擊日盲族 萬古長空得知消息前往救援 而黨在萬古長空生前 卻是此生最好的朋友 明珠球霞 當下刀劍進風 卻因萬古長空 手傷未遇 與分心下 被明珠球霞所殺 在千葉傳奇 籌謀與求助天不孤 將其治愈重生 而後境界之爭 日盲族因對上夭視浮屠 而遭滅渡三宗滅俗 萬古長空 與千葉傳奇意外來到直徑 一番因緣際會下 兩人成為 極境破軍府 夜市兵權的幕僚 助其侵略苦境 與中原正道對戰 而為保護千葉傳奇 萬古長空對上夜小差 而先前兩人 早已眾多原因 而對決多回 而在最後一次的斷後戰 更迫使兩人得發揮權力 而夜小差因月獻之刀影響 再加上磁光之塔的劍招 無法收回 天劍一時脫手 萬古長空 竟意外死於夜小差手中 拖二指數4顆星 只能說夜小差因為這項劇情安排 被背負上守華哥的名號 在劇情的拍攝上 也讓這段衝突對比更嚴重 夜小差也因此被千葉傳奇報復為殺 也間接導致夜小差被肅賢精所殺 但同樣的心態 肅含真全力復活夜小差 卻要千葉傳奇放下 導致蠻多觀眾無法接受 如果我是千葉傳奇 我也會覺得莫名其妙 真要說我只會怪到編劇 沒事安排這段劇情幹嘛 替夜小差再留下一個黑歷史 接下來登場的角色 以邪為號 狹邪 御神風 為當初魔爵天官封印聖戰召集人 個性風趣 因當初遭受魔器滋爛 最強行分離骨氣 自裁零肉而亡 而這部分還不是他最離奇的退場 而他主要活絡的劇情為聖魔戰映 在劇中也與浩天窮多番交纏 也在劇情的需求下 讓本來以身亡的御神風勢必要登場 所以在天眼魔城的運作下而復活 而通常與魔城交易 或是出自魔城皆會有所改造 而復活後的御神風 能保有原有意識 於是在出場的他 聯合志友靜蒼浪 對付擁有敵罪西角的浩天窮 在登峰台腰後策劃局中局 浩天窮與御神風最終決戰之時 服役鷹與風哨用劍偷襲 致使浩天窮進退兩難 被破除弓體 在劫難逃的浩天窮 即以手中的敵罪西角自殺 間接完成敵罪西角的千罪祭血 此時 被鬼如來前來收取敵罪西角 御神風闖入與其對戰 在整體劇情上非常的合理 畫面也呈現山崩地裂 就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刻 卻看到御神風被鬼如來貫穿 慘豪身亡 錯了指數4顆星 可能是這個角色鋪陳太久 但實際演出只有10集 也在後聽窮被收後 這角色也莫名其妙被收死不瞑目 最後倒在好友近蒼浪懷中 說起來這畫面也算蠻好看的 在霹靂眼時期 有一位列軍名人榜上的天下第一術 他就是霹靂曾經最長壽的三喉組之一 另有硬屍大法 動體成夜 硬屍人 人如其名 體質如硬屍一般 無法輕易殺死 讓他即使身手益處 也不會因此而喪命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算 他頭斷了幾次 應該會蠻驚人的 也因為這樣的體質 使得硬屍人成為 練就菩薩印第十世也不會死的人 所以也在練成菩薩印後的硬屍人 也曾經有過一個化身 名叫霹靂怪傑 亂世間 他曾經用過這個身份 成為正道一大助力 獨自一人 正退三教祖 還讓化身為晴天的魔魁之女重傷 在當時真的蠻威的 但可惜 硬屍人不敢完全練就菩薩印第十世 也因為施展不完整的第十世 回去即將完工的無敵戰龍 讓他這身超強的功力瞬間歸零 而硬屍大法的奧妙 在霹靂英雄榜時期 假扮成歐陽聖天的硬屍人 穿過地屍鋼時所映射出的X光片 只有頭部骨弱 而這也是硬屍大法所成 能將全身能量匯聚於頭頂 也因此致命部位全在頭部 所以硬屍人無論身手益處 還是哪個部位被擊碎 只要投入完好無恙 他都能免過死劫 但同時這也是硬屍大法破解所在 說好不會死的硬屍人 卻在霹靂天起 第47集 38分43秒 就在高仿死神太學主 前來掃蕩流離仙境的時候 硬屍人被擊成碎片 嘿對 他就這樣被蹦掉 說好的硬屍大法呢 但也有可能真的是因為 高仿死神的太學主 力量太過強大 讓硬屍人直接被蹦掉 沒有餘地 連頭顱都沒看見 原本想說他還可以復活 卻在盜農傳說時期 請假仙說出 由這句話也證實硬屍人真的被收掉 這離奇指數絕對有五顆星 畢竟他就是靠著不死體質 縱橫霹靂二十餘年 就在太學主的一掌下而弊命 讓很多戲迷對他的生死 仍是感到問號 在繼續影片內容之前 那我們先進段工商廣告時間 如果你喜歡離奇退場這單元 那今天要推薦一部奇幻舞台劇 《千年幻戀》 這次內容是台中國家歌劇院的心意計畫 是不以人偶共演的雙軸線舞台劇 呈現大家最喜歡的布袋戲精湛口白 與巧妙的操偶技術 此次舞台劇的劇情 是改編聊哉致意 孽小倩篇 讓人偶展開一場千年時空 人鬼吃戀的對話 帶來一段前世今生的輪迴愛戀 打破文化 地獄的鴻溝 重新演繹這段家喻戶曉的經典聊哉故事 而受到此次邀約 也讓我非常期待 舞台劇的演出 會如何呈現這樣的人偶共演呢 奇幻程度會不會跟電視布袋戲的離奇退場一樣 腦洞大開呢 而現在透過留言區 可以點入舞台劇資訊 使用我的代碼 Gavin on Air 你就可以享有購票優惠唷 也感謝台中歌劇院支持蓋文影片創作 接下來帶大家破解一些 布袋戲不成文規定 摔下高處死不了人的一些流言破解案例 首先第一位就是繼陰陽師王於玉蒼瓊之後 接任為邪能靜之主的 九曲邪君 個性奸詐狡猾 在邪能靜以武力稱雄 甚至想稱霸冥界 在與漢妖神展開 武、術、智、三輪決鬥 舞鬥戰前 九曲邪君 閉關修煉 卻在舞鬥之日之前 被驚天詞化身的地獄死神所殺 直接慘死從高空摔下 在那個當下 所有人傻住 就連觀眾都傻眼了 一個登場不到四級的人 就這樣子死了 雖然後面驚天詞的表現也不錯 也就對九曲邪君的死就還好 而同樣從高處摔下的 則是刀鋒時期 天外南海澳刀城統治者 澳刀蒼龍 其個性生成 穩重 滿懷雄心壯志 與風之恆為君子之交 但既然身為一國之君 總會有未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時候 也因此澳刀城之間的三兄弟糾葛 成為霹靂刀鋒前期主軸劇情 在遭二帝密謀反叛 與三帝因其妻雲姬而反目對戰 一敗塗地 其後二帝澳刀蒼雷 予以重征控制鎖住宮體 再看向澳刀城最後一眼 迎向人生的最後一刀 再看起來高度沒有很高的城門 一咬而下 當場慘死 真的成為少數因跳來跳樓而死的特例之一 再來同樣從高處摔死代表 東方鼎麗 大家一定會說 東方鼎麗明明死於與人取出孤獨 而自我奔進而亡 但其實東方鼎麗早在大哥被蹦掉的時候 東方鼎麗就被澳校紅城殘戰 被北城元皇偷襲而摔下瀕臨死亡 也因為這個原因才入選離奇退場 所以我們就來簡單回顧造就他如此身亡的原因 東方鼎麗也是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 初登場便焚殺明家三百口 只會取得明家劍法最後一事 並驅使明戰前去敗屍 以虧夜小拆刀劍之術 並將其打敗 後會探查吞佛童子下落 冒充吞佛童子圖滅佛寺 參與大哥蒂里斯的行動 攻打北城皇朝 斬殺北城印 也因為此原因讓北城元皇甲怨報復 後於流離仙境決戰時 對上澳校紅城 在戰況焦灼之際 被復仇心切的北城元皇 以蒼龍宮暗算 身受飛箭重創 衰弱山谷 本來有可能就此身亡 但編劇有其他安排 讓他得以逃過一劫 不然這種跳海跳癌死於這種死法的人都太衰了 必須要給這些離奇退場的英雄們respect 辛苦他們了 再來登場的就是龍戰霸荒 佛夜雙生坐下 滅度三宗之一的邪儒宗 邪說倫語 也是前面說到滅長空一族的兇手之一 一派儒門秀式打扮 卻很會曲解儒家學說 而易之邪靈思維 顛覆儒家傳統 在龍戰初期邪說倫語 幾盡以殘絕手法殺龍鏢、胡逸 更破風順殺銀絕 輕取九州一劍之 後衛老闆的四鏡合一創世大業 為杜絕死國莫漢走廊的開啟 與仲裁者公路結界 殊料阿修羅在走廊內擁有無敵優勢 邪說倫語 因逃串不及被一掌斃命 這退場絕對是莫名其妙四顆星 應該說前面劇情太強 導致邪說倫語被收得有點窝囊 甚至一堆角色被他踩得很嚴重 在消防倫戰時期龍秀再度登場 也狠狠踩了他們一把 龍秀盤雲生共爭雄 我三人雷雄未落 王特治娥六分 雅舍夫杜赫賞 雷福堅接下索犯政治性 直接茫茫奔奔奠出關 由將兵我恩貌雄勝 一路戰鬥優勢無力 雷鋒陷格 改勝於未勝 我改敗二敗 就被我炸右耳鋼 老爬退路 現在誰來救路 堪稱等級亂跳 最可憐的反派犧牲品之一 而接下來介紹了這位大叔 在之前的友情特輯 其實曾經介紹過他 他就是莫失如登場 性格大叔版的楊過 地獄刀 扣刀飛傷 一名重情重義外型粗狂的獨臂刀者 為人快意恩仇 而扣刀飛傷曾有一段過去 當年刺斷一臂斷絕所有恩怨 在傷重之下被楚華龍所救 因而以師徒相稱 是楚華龍最重視尊敬的人 在楚華龍被主水流等人追殺的時候 扣刀飛傷為救愛徒不惜重出江湖 當時的他氣勢如刀 人家魯夫現在才會用霸王色 他在二十年前就能用殺氣退敵 而他的地獄刀在當下放出森染的慘綠刀光 讓敵人看見比VR還真實的地獄景象 而這場戲也讓觀眾覺得 扣刀飛傷的定位應該是超級高手 讓人期待他之後的表現 所以在之後楚華龍遭北城印射殺後 大家都覺得扣刀飛傷一定會來個 絕情必勝的絕地大反攻 殺的北城皇朝仁養馬帆 然後還把皇朝給滅了 但沒想到他就這樣被斷頭 原本超強的武功 和能開啟地獄景象的超猛武器 也跟著成了廢鐵 在最後一役對上北城印 沒傷到對手半分就算了 等北城印劍一出竅 居然連第一招都接不了 直接當場伸手異觸 而且還像Oreal一樣 轉一轉還接回去 當下真的無法置信 這離奇指數大概五顆星 這場戲寇師傅跌落等級的速度 大概就跟大怒神沒兩樣 可說是一個非常可惜的角色 為愛徒報仇不惜藍殺北城印 最終還是不敵而亡 再來登場的就是一同去木偶間的 一位是六王之一的經歐天朝CEO 更亡經歐無缺 另一位則是他最信任得力的謀士 超光智竹藍燈子 但講到藍燈子 看到他充滿影異高人的風範 還有他的造型感 就覺得這角色一定不簡單 而在當時的劇情中 他前後短暫出場了不到40集 還曾經炸死過 可能是當時有蘇寒貞的技術指導 蘇寒貞在登場21集 才有第一次炸死 但藍燈子在登場18集後 就來一個炸死 而且他的死法還很阿薩利 直接就往脖子抹下去而自禁 只能說他真的很有手腕 因為當下連我都以為 他真的就這樣退場了 結果居然是假的 其實也沒有很意外啦 但差點就要給他五顆星了 而縱觀他一路行來的表現 真的可以用德智體群 肆慾兼備來形容藍燈子 而就在經歐天朝和平之後 恨王跟藍燈子 還來一段很有深意的對話 就在一切以為就這樣落幕之時 一個過場 他們兩個人就掛了 就這樣掛了 而且還沒有來一個 精彩的壯烈退場武器 就真的給你一個一眼瞬間 離奇指數五顆星 這曾身為六王之一的經歐天朝 就這樣被滅了的節奏 也是個本來戲份不錯 結果給你來一個超意外退場 真的是非常驚喜呢 除了前面跳癌 接下來這些離奇退場的更可憐 前面至少有造型 還參與過一些劇情的演出 除了那個演出四集就摔死的 那個有跟沒有一樣 接下來的角色 在退場後都沒有木偶造型 甚至連官網放了一張光影圖 光這件事就五顆星了 而首先先來提到 貫穿刀吉二 霹靂奇象的星雲踢高人 點天姬 在家閉關莫名被殺 而這名字就有如地伏林般 一直出現在這兩部劇情之中 而再來的代表就是 戰魔測的上玉才 擁有三教法中的最高職守地位 其交涉與實力皆非同反響 本來應該有一番表現下 卻在編劇的反套路下 早上知手逍遙欲報仇 卻反被知手逍遙以一招十星掌斃命 只留下一具白骨 這個當下離奇的令人不敢置信 先給這個退場五顆星等級 而接下來特別收入的 就是魔王子的手下 為火在佛裕四邪地中的高手 以狂風衍生 借捲著風沙來表達言語 身法如風 捉摸不定 風勢之犀利能將敵人消成碎片 本來應該有超強實力 卻在效率標纏鬥時 聽從老闆魔王子的指令 一句窮狼抬頭 卻反而賠上一命 換來老闆的一句 一丟一戲 幽默指數五顆星 我從來沒想過一個角色就這樣掛掉 但至少比起前面兩位 他至少有木偶造型登場 而最後壓軸 我們這次就來下個重要 正道最強武力 百世金輪一頁書 細數他從初登場到現在 也有過不少次退場 然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的書大 也是有不少令人驚訝的退場 第一次就是在霹靂藝術當中 為救回歧路人的書大 在八口三招結 而不論霹靂藝術 或是蝶龍之亂下雀 他都是被火焚燒而死 而且還是被燒得很乾淨的那種 連剪都沒辦法剪 真乾淨 而再來就是經典的皇甫橋戰役 他當時為了保護不知名 在看到千子彈 全部拌過來的時候 他就直接把自己當成防彈武僧 跳到不知名面前 用身體擋下千子彈 然後一夜書就被千子彈拌死了 但這場的壯烈程度真的是放到現在來看 還是會非常的動容 而在霹靂雷霆時期 創始者為了再變回一夜書 決定與雲爐劍森合體 而當時的這個砍頭 我覺得還好 但是接下來的巨城劍就這樣插入 對當時年紀還小的我 還真的是有點衝擊 這樣身體真的不會壞掉嗎? 再來到了龍戰八王時期 為了對抗佛夜雙生的一夜書 帶著月行時奔往天雷屏 要藉著天雷的助力 來一舉消滅佛夜雙生 但他其實拿到的是假貨 也因此一夜書再度用自己的身體 承接天雷之力 由此可見 前輩的身體真的很強健 對戰軍神的時候 可以用身體承納歸一的力量 來破解軍神的反無 到這邊連天雷都可以納入 也難怪不相承看到他 就馬上靠上去 但吸收天雷之力的一夜書 最後仍是敗陣於佛夜雙生 也因此他再次被蹦掉了 而再來的離奇退場 就是被莫寢池偷襲 當時梵天不僅被從後面來 甚至還因此被斷去一臂 最後還被抓去磨豆漿 看到這段劇情不僅是錯愕 更覺得編劇很帶走 敢這樣玩一夜書 也許一夜書也真的太強 在霹靂金濤時期 也暫時離開霹靂的舞台 也留下最開放式的離奇退場 而今天回顧完這些內容 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歡這個主題 可以繼續留言投稿 跟我們說還有哪些遺珠 我們之後再來準備第四、第五集的離奇退場 而先前已經推出近30位角色的第一集跟第二集 大家也可以回頭去看看喔 而影片的最後 也感謝這些手刀加入會員的牛頭大軍 如果想一起支持我做影片 大家可以透過資訊欄加入會員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喔 我是gevin 大家掰掰 如果喜歡我們的介紹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現在我們也開啟頻道會員 大家可以加入會員 或者透過超級感謝 可以支持我們 讓我們更有動力 做更多關於布袋系的影片喔 我們之後也會推出更多元的布袋系相關影片 也請大家推薦給身邊喜歡看布袋系的朋友啦 那我們就之後的影片再見啦 我是gevin 大家掰掰